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神杀人于无形 张雨琪之所以圈粉无处 除了有C位的盛世美颜以外 还因为她有女明星不应该有的真实 别的女明星开直播带货几十块钱的产品时 张雨琪在其直播上跟粉丝分享自己的十万人民币级别的名牌包包 还有悉数自己的钻石家珍 并且跟粉丝分享自己的智力名言 那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从来不会购买伊克拉以下的钻石 为什么呢 因为伊克拉以下的钻石等称为碎钻 那么碎钻在钻石里面是不值钱的 还有在直播中说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买房 这种歧视炫富竟然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反感 反而颇为喜爱呢 网友纷纷表示这才是正常女明星的消费水平 因此张雨琪被冠上人间真实张雨琪的称号 除了真实炫富以外 张雨琪在感情上 也是敢爱敢恨 勇往直前 今年33岁的张雨琪已经离过两次婚 是两个可爱的孩子的妈了 张雨琪早期恋行是与大S老公 京城四少之一汪小飞 但是有网传因为张雨琪性子火烈 曾被人目睹跟汪小飞在北京街头大吵 前助手还爆料两人互扇耳光 最终性格不合导致分手 分手后 汪小飞就与相识不到100天 相恋20天的大S闪婚 性格火爆的张雨琪在接受采访时 没过多久 张雨琪在拍电影时认识了彼自己大了20岁的导演王全安 然后火速嫁给了王全安 13年的时候还补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 然而 王全安还没来得及做张雨琪孩子的爸爸就去嫖娼了 丑闻曝光时张雨琪发了一条微博 表示自己会坦然面对 共同承担 虽然张雨琪结婚时的誓言是我不会离婚 但第二年 两人就火速离了婚 时间到来了2016年 张雨琪与伟富豪圈内出名的渣男袁八园结婚了 婚后一年还生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 网友扒出袁八园的各种黑料 履历造假 曾有两次失信记录 均是因为民间借贷纠纷 蒙在鼓里的张雨琪曾经还晒悟跟袁八园坐着私人飞机度假的照片 看起来岁月静好 羡煞旁人 然而紧接着被网友爆出袁八园名下的私人飞机和豪宅 其实都是租的 老铁扎心了 其实能租得起私人飞机和豪宅的就还是有钱人呀 然而袁八园与张雨琪在美国阳台期间被爆拖建百万工程款 还出去澳门豪赌 欠下千万赌债 这还不够 袁八园曾经结过一次婚 跟女友举办过婚礼 但他拒绝跟人领证 女友生了一个女儿后 他还拒绝给孩子上婚后 被女友告上法庭 这个袁八园除了其貌不扬 三百六十度环视 都对得起一个渣男的称号 发现真相后的张雨琪与袁八园大吵一架 还上演了一书《持刀谋杀亲夫》的经典剧目 别慌 袁八园只是背部被划出了一厘米的伤痕 没出人命 网友纷纷评论 张雨琪人狠话不多 眼美拎得清 第二天后 做事不拖泥带水的张雨琪就宣布了离婚的消息 离婚后也是跟袁八园上演了一场口舌之战 之后张雨琪上节目时 还直面吐槽自己 对比其他很多老公出轨 女明星老婆忍气吞声 选择原谅的行为来说 张雨琪真的是敢爱敢恨且杀伐果断的 前段时间张雨琪在微博上首次了出轨张男 时间管理大师博志祥 就算是之前合作过的艺人张雨琪看不惯的 还是该撕就撕 剪断了小猪扮演过的张鱼的八条腿 网友大呼 过瘾 其实关号颜值在演艺圈肯定是不够的 而张雨琪如此火爆的脾气 能够在演艺圈混这么久 还获得如此多的喜爱 脑子里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 前不久齐齐子又在节目中爆金剧 大姐 人气是人气 业务是业务 这是两回事好吗 人气高的人 其实你问他们只靠人气站在台上虚不虚虚 哪个演员不得手上拿上一两部作品 出得去叫得出去 我是实力派 我才站在舞台上 我才硬帮帮 人间清醒奇奇子的称号 搬给你 其实张雨琪从《星女郎》出道至今 还是扮演过很多站得住的角色的 演技虽然说不上影后级别 但是也绝对是实力派的 如今真实可爱又努力向上的七七子 难怪会圈粉无数了 节目的最后 大家快拿小本子记录张雨琪的快乐秘诀了 其实结不结婚的都不重要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 人生那么长 你不知道之后还会经历什么 谁的人生没有几个大坑呢 跨过去就是成长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